大家好,我是爱迪生 那还有几天暗黑2的新天梯就开始了 不少朋友也催促我赶紧讲讲法师开荒的套路 其实虽然2.4版本做了很多职业平衡改动 但是对法师开荒影响不大 我很早之前就有讲过冰火法师的开荒方法 当时的加点和配装其实放到现在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新版本肯定要一点新玩法才有意思吧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如何在初期搭配多头蛇来进行开荒 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介绍的是比较适合中老年休闲开荒 但是如果说你要追求极致的效率 对自己的操作和意识都比较有自信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二男的速通视频 那法师几个小时就能通关地域 一般来说速通选手的加点跟玩法 跟我们休闲人士是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非常有意思 OK,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的开始开荒了 我们先说一下属性加点 在17级的时候我们要加到20点力量 确保能穿得起隐秘 然后在开荒初期力量都只用加到34 确保能拿得起古代人的盾牌 那其余点数都可以加到体力上面 如果说你想玩的稍微舒服一点 也可以分20点去加到能量 稍微多点法力也是OK的 然后就技能加点 首先我把法师开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18级 这个阶段比较难熬 因为没有钱也没有装备 连药水都买不起 那我自己的加点是这样 12级之前呢冰封甲冰冻星星暖流跟静电立场心灵传动都加一点 那其余呢都是加火焰弹作为输出技能 因为火焰弹呢它是单体攻击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嫌怪多的时候 光靠火焰弹打起来是不够效率 那尤其是第一张啊 它有很多召唤沉沦魔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分一部分点数去充能弹 那不用加太多 加个三四点就可以了 临时应付一下也是OK的 那12级的时候呢 我们要出火球术 这就是AOE技能了 清怪的效率会大大提高 等到18级的时候呢 别忘了把传送和附魔都点出来 传送就不用说了 附魔的话呢 可以给用病增加伤害跟准确率 一般来说 只要点出大火球啊 就可以去打第一张的boss安打利尔 然后呢就再讲一下这一阶段的装备 其实这个阶段呢 基本上就属于地上捡到什么就用什么 因为没有钱 你即使商店里面刷出好装备啊 比如说加充能弹的武器 很有可能也买不起 那一直到17级呢 我们才可以穿上隐秘符纹之语 去商店呢 买一件两孔的灰色衣服啊 一定要是灰色 然后呢按顺序 向上7号塔尔跟5号艾斯 这两个符纹呢 都可以在女伯爵那里刷到 如果说你平时打到这种碎裂宝石 记得去铁匠买一个三孔的弓 给我们的弓箭手佣兵带上 在初期的话呢 它还是很强力的 对付一些小怪 一箭就能射死一个 如果说去到第二张 我们就可以把佣兵换成枪兵 然后呢去商店买几样东西 最便宜的波形刀 最便宜的腰带 跟最便宜的长棍 放进方块里面 然后呢再放进一个 任意等级的钻石 就可以合成一把 野蛮长柄武器 给用并用 那也可以用伊斯 艾尔跟艾斯 把它放到一个 三孔的长柄武器里面 合成一把怨恨符纹之语 但是呢 野蛮长柄武器 性价比更高一些 然后呢我再说一下 这个阶段的刷钱方法 第一呢就捡垃圾 地上掉的这种爆炸药水 就是那种扔出去 可以砸怪的黄色绿色药水 我们捡起来呢 拿去商店卖掉 可以卖好几百块 还是挺有用的 那虽然捡起来 一些垃圾装备也能卖钱 但是呢要知道 暗黑2的背包格子很有限 这些药水呢 只占一个格子 就能卖几百块 而一件装备呢 可能要占用好几个格子 但它可能也只能卖几百块 所以呢从背包经济学的角度 考虑来说 这些药水是初期 非常值得捡起来去卖的东西 那同理呢 项链戒指飞镖 这些占格子少的东西 都值得捡起来拿去卖 而值得捡起来的装备 就是死灵跟圣旗的专属武器 还有些中甲 也是比较值钱的 那还有一个刷钱的方法 就是去商店 买便宜的蓝色的 圣旗或者死灵的武器 比如说这个东西 买进来是500多 然后呢把它放进方块里面 同时再放进去 三个任意颜色的碎裂宝石 合成之后呢 就会出来一个新的蓝色武器 就会很值钱 比如说我这个合成出来 就卖了5000 那实际上呢 如果我去第二张的商店 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所以说 为什么中老年人喜欢玩暗黑2 就这个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 很反映现实的游戏 随便买个垃圾 再用另外一些垃圾包装一下 就能卖出去几倍的价钱 所以一开始 这些碎裂宝石还是很有用 然后呢 就进入我们的第二阶段 就是19到30集 19节之后呢 我们去商店买一把 两孔的灰色双手法杖 灰色灰色灰色 不是蓝色 重要事情要说三遍 最好呢 是带火球技能等级 然后呢 按顺序 向上特尔跟拉尔 就可以获得叶子符文之语 加很多的火焰技能等级 那在拿到精神剑之前呢 叶子都是一把 非常好用的符文武器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阶段的技能加点 21集到24集 我们要把暴风雪 这一路都点出来 因为到了普通难度 后期啊 就会出现火冕夜的怪物 有暴风雪 打起来会简单很多 然后呢 有多的点数可以点火球 再接下来就要注意啊 从27集之后 我就会留一些点数 到30集的时候呢 我就会同时把 冰风球 冰之配 多头蛇 跟火之配点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冰风球啊 你一直用暴风雪 也是可以 那关于暴风雪 跟火蛇的搭配呢 我后面还会讲到 我先讲冰风球的玩法 那装备上面 这个阶段呢 没有太多需要调整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普通难度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 需要加些火炕 那可以用两孔头盔 镶嵌拉尔符文来堆火炕 那等完成第五章 解救野蛮人的任务之后 就可以获得 7893个符文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做一个 古代人的契约 那去普通难度 第二章的商店 刷一个三孔大盾牌 按照拉尔 欧特塔尔的顺序 放进去符文 注意有些朋友 他看都不看的 以为古代人 就7893个符文放进去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结果会很悲剧的 还有呢 就是要留意 第五章掉落的水晶剑 注意啊 捡起水晶剑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这是在哪里掉落的 因为第五章 世界之时里面的场景 等级就比较高了 如果在里面掉的水晶剑 再拿去铁匠打孔的话 就很有可能打出六孔 那尽量选择 第五章前中期掉落的水晶剑 要不呢 就是等通关了普通巴尔之后 去普通的奶牛关里面 打水晶剑的底裁 在我的认知里面 普通牛关掉落的水晶剑 一定能打四孔 但是呢 有一些朋友 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说 他在牛关里面 捡起来的水晶剑 也打出六孔 这就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害怕的话 你就捡一把扩剑 不管哪里掉的扩剑 一定都是四孔的 那我们要四孔剑呢 肯定就要准备做精神剑了 进入噩梦之后 我们就来到第三阶段了 那三十级到六十级之间呢 我会在冰封球跟火蛇 这两个技能上面 平均加点 还是慢慢的解任务 到噩梦女伯爵的时候 我们可以停下来 多刷几场 我们要做几个符文之语 一个是精神剑 然后是知识头盔 然后是押韵盾牌 还有呢就眼光 最后是烟雾 那精神剑的底裁呢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知识头的底裁 其实没有太大所谓 最好呢是头环 或者其他任何两孔头都可以 但不要中甲 力量需求太高了 那押韵盾的底裁呢 就可以回到 普通第二张卓格南这里 刷两孔白骨盾的底裁 也是要灰色 不是蓝色 再次重申一下 那白骨盾的好处呢 就是格挡率 比其他盾高一些 那眼光的底裁呢 这个时候不太讲究 只要是个四孔长柄武器 都先把眼光做出来用着 反正呢 都是一些低级符文之语 以后打到好的底裁再换 也不要紧 千万不要憋着 一定要等到好底裁才做 还有呢就烟雾 是一件抗性很高的衣服 最好用轻甲来做 佣兵可以穿 自己也可以穿 那就是呢 符文最大用到17号卢姆 不是很容易获得 一开始没有的话也无所谓 那除了符文之语呢 我们还要看一下 我们其他面板属性 比如说施法速度 有了精神剑和隐秘之后 我们最好再来一个 学徒施法界 那这样呢 我们的施法速度 就达到63这个档位 传送和战斗的时候 就会更加流畅 那只要有了精神剑跟眼光之后 基本上噩梦 就可以一路的平推过去 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按键设置 左键冰封球 右键传送 然后A呢 是心灵传动 用来开宝箱减药水 S呢 是静电立场 D呢 是冰霜猩猩猩 F呢 是多头蛇 那覆魔和冰封甲 这两个用的 不是很频繁的buff技能 我会放在F7和F8 那我们在噩梦呢 可能会停留一段时间 一边升级 一边刷些日用品 那什么都可以刷了 推荐你去刷下 暗达利尔 刷下超市了 可能都会有惊喜的 噩梦巴尔呢 还有可能会掉落 君帽海蛇皮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运气好 这个阶段就掉落了 都瑞尔的壳 或者说吸血头之类的 那傭兵也起飞了 那到了这一阶段 我们基本开荒就结束了 我建议呢 75级左右可以进入地狱 这时候呢 你可以继续冰封球 跟火蛇的玩法 但我们也可以洗一次点 那我自己感觉 在地狱难度里面 暴风雪跟火蛇搭配 会比冰封球 跟火蛇搭配更好一些 大概呢 加点就长这个样子 那比如你在王座 很容易转角遇到电鬼 那你就可以远远的 放几个火蛇在路口 那火蛇呢 自己就会把电鬼喷死 那然后呢 你自己就远远的 放下暴风雪 那如果说之后 装备再好一点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把冰系 全部都洗掉 换成新兴火蛇 但是呢 要有点装备底子 必须要有的装备有哪些呢 第一 新月剑 有减35%的电抗 那需要用到22号符文 那还有呢 就是精神盾 海蛇皮 跟法师之泉这些日用品 然后呢 要不你就配两个施法戒指 要不呢 就带蜘蛛腰带 总之你的施法速度呢 尽量凑到105 那在这种搭配情况下 如果你喜欢爽快刺激的玩法 就可以洗成新兴火蛇 加点呢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不需要无限 也能通刷全途 但是呢 需要一定的操作技巧 不能直接挑进怪堆里面 那最好呢 在怪堆外围一点的地方 放新兴 还有呢 就是玩闪电新兴啊 要习惯先放进电立场 那如果在地学这种地方 都是脆皮怪 那可能你直接用新兴打就可以了 但是说 如果你来到了王座 超市这些地方 进电立场就能帮很大的忙 如果说你玩的熟练的话 我个人感觉 在大部分场景里面 新兴火蛇的效率 都会比冰火双修 要稍微高一些 那最重要的是 打起来爽快 不容易睡着 这对中老年也挺重要的 那算是一个没有无限 也能打的平民电法搭配 那不管怎么样呢 开荒最有趣的 还是大家一起组队玩 我还记得上次开荒 就是在盛奇的帮助下 通关了地狱 然后呢 再一起组队开巴尔车 大家凭手术来抢装备 其实也是欢乐多多 那如果没有人组队 一起玩的朋友呢 也可以加入我的DC社群 寻找一起开荒的小伙伴 好了 这期法师天梯开荒的介绍呢 先到这边 喜欢的朋友呢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